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控制测试的时间这个考点 请注意啊 第八章最复杂的考点就是它 它有三种情形的考虑 如果说你说控制测试的时间 它很浪漫 它怎么浪漫呢 它第一种浪漫的方法就是说 哎呀 我省计的是整个财务报表 期间12月31号 1月1号 是我的财务报表 涵盖的期间 它第一种在实务操作当中 它倾向于在期中去做控制测试 如果在期中做控制测试 我要得到的是整个期间 那它就要考虑剩余期间怎么做 这就是如何考虑期中升级证据 它有前台词 就是说我的控制测试啊 我是期中去做的 但是我需要得到的不是期中截止 比如说截止到11月30号 1月1号到11月30号 我做了这个期间的控制测试 但是我控制测试是整个期间呢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 我假定写个A 在这个A的这一段 就叫剩余期间 我要去做补充 对 它这个内容怎么描述呢 它说如何考虑期中 审计证据就证明我期中做了 然后呢 我将期中的结果延伸到12月31号 我要得到控制在整个期间运行的效果 好 老师给你做了第一种翻译啊 第二种更加浪漫 第二种是什么呢 你看啊 如何考虑以前审计获取的证据 它的前台词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 你看啊 2021年是我们审计的 现在我们审计呢 连续审计2022 好 那么2021年这个审计的时候 我如果了解某一个控制活动 预期有效 我是要做测试的 我测了 我2021年12月31号 1月1号 我测试了 控制运行有效 那我本期呢 了解这个控制呢 也是预期有效 我要测试 他说我本期 要知道它在整个期间 运行有没有效 我能不能不测试 我本来是应当测试 那我呢 本期不想测试 我利用 以前就是2021年的结果 其实这种情况是很苛刻的 什么情况才能够考虑利用以前呢 利用以前 那你就想想 你现在正在审计2022 你要利用以前就是2021 对吧 2021年的 那么这个控制 往往是指什么呢 一贯运行的自动化控制 第三 第三种时间 就是说 我了解 我审计2022年的财报 了解这个控制 预计有效 我应当测试 他明确的说了 我这个控制 哪怕是自动化的控制 我都不能利用以前的 不应利用以前的意思 就是审计证据应当来自本期 对 你看 这种语言的表达 是不符合通常人的习惯的 是的 所以你要谈控制测试的时间 我们时间是两个字 情形有三种 这三种每一种打开都会考 所以老师提示各位 这三种情形 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控制测试的时间 获取证据的问题 所以每一种各就各位 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 各就各位分别展开 他们分别是考点 好 先老师把控制测试的时间 这个考点 包含哪些内容 给大家说明 然后再展开 第一个 如何考虑七种审计证据 如何考虑 这个话有几层意思 第一我七种是可以就做控制测试的 如果说我七种不能就做控制测试 那这种方法不能使用的话 我七种得到的结果 根本就不能得出 没有作用 我还去做什么呢 肯定是说 七种是可以做的 那么如何考虑七种审计证据的意思 就是说我从1月1号到11月30号 某一个认定的控制 我已经测试了 你只要去测试 只要去测试 大家注意 那就说你是了解内控OK的 你做控制测试 七种去做也是要做 那你也回答 是真的有效吗 yes 是真的有效吗 no 所以我截止到11月30号 七种去做控制测试 那么这个问题是考虑什么呢 如果七种测试的结果 控制是OK的 和控制是不OK的 接下来我在B段 B段时间就剩余期间 我的考虑是不一样的 好 请看 如果以获取有关控制 在七种运行有效 就说明是截止到 11月30号 这个是七种我就测试的 它是OK的 那么我在这个剩余期间 就是我这个B段 11月 12月1号到12月31号呢 我要去看 这段时间是不是运行有效的 如果是的 那我就相当于得到了 整个期间运行有效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 那我理利用该证据 我应当做什么呢 请大家看 在剩余期间 因为我在七种啊 我们在七种就是这个A段 A段 剩余期间就是这个B段 我要看这个控制发生变化了没有 大家看 如果没有发生变化 那我七种的结果 我再加上B段的时间 A和B两段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发生了变化呢 我应当了解 并测试变化 对七种证据相不相关 对吧 如果变化了 从哪一点变的我要分别测试 对吧 好 各位同学呢 这就是剩余期间 我是要去做程序的 什么叫剩余 请看黑板 我得 我需要的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整个期间 那我去操作的层面呢 是截止到11月30号 举例啊 这叫期中 12月1号到31号叫剩余 对 所以在这个期中 审计证据 第八章第三节和第八章第四节 都涉及到这么一种表达 假定我是 期中测试的时间点 是截止11月30号 那么我既然去测试 甚至我采用审计抽样 我肯定得到某一个控制 截止到这个期中的这个点 它运行是OK还是不OK 无论OK 那么大家注意 12月31号 这个剩余期间是B段 我做B段的考虑 A段 期中我做期中的考虑 我试图是通过 11月30号的结论 延伸到12月31号 但是可能不能延伸 为什么 我截止到11月30号 我测试这个控制运行无效 这个控制呢 也没有调整 也没有整改 也没有升级 也没有优化 那么它在B段 这个剩余期间也是无效的 有可能吧 对 还有可能呢 截止到11月30号 我控制期中测试的结果是OK的 对吧 然后这个控制也没有变化 那我就测试剩余期间 B段这段时间 如果我在这一段时间 测试的结果也是OK的 那我就得出来 控制在整个期间是OK的 那我实质应程序 我的范围就小 好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啊 要听懂 要花一个时间走 花一个时间走 好 那在剩余期间 我还要做补充审计证据 大家注意 有一种表达叫剩余期间 还有一种表达叫补充审计证据 因为你是得到了 11月30号的截止日的 控制运行的有效 你目标是要得到 12月31号的 那么你这一段 剩余期间 这叫剩余期间 就叫补充审计证据 对 那我补充审计证据 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呢 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呢 我在剩余期间 我要获取的证据 是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这要看情况 如果认定层的 这个重大事报风险的 这个程度 我们说这个认定层的风险 对财务报表来讲 就是说认定层的 重大事报风险 会带来我财务报表的 重大影响 那么我肯定要多 因为我最终是要将 审计风险降到可结束的 低水平 所以我要靠什么去降低呢 我要靠 辛勤的劳动 对吧 我多做程序 这个大家要知道 第二 其中测试的特定的控制 这其中以后 如果发生了重大变化 测试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比如说 自动化 运行的控制 我这个信息系统升级了 那么我除了测试这个 自动化的 信息处理控制以外 支撑它背后的是什么呢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我要测试它 我住的管理是 更可能要测试它背后的 大家注意 这个问题是第五章的 第五章的第二节的问题 它总在各个节 各个地方在呈现 包括在20章还会谈 第五章第二节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信息处理控制 对吧 信息技术控制不是一个内容 它包括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和信息处理控制 信息处理控制 那么支持它的叫什么呢 支撑它的叫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好 现在这个信息处理控制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内容 它背后要有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支撑的 支撑的 所以住的管理是 更可能要去测试它背后的 它的老板 对吧 这个信息技术一般控制叫A 信息处理控制叫B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是老大 他是小哥 对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它很特殊 是不是 好 那么我要测试它背后的一般控制 以获取控制在剩余期间运营的有效性 对 请注意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你期中测试的效果怎么样 好 如果在期中运行有效性比较充分 我可以适当减少是吗 剩余期间 等于说截止到11月30号 这个叫截止日 我们把它这个时候的测试叫期中 如果得出来的是OK 那我剩余期间这个弊段呢 我就可以少一点 是不是 当然有的同学说 老师 如果截止到11月30号的期中测试的结果 不OK 各位同学 不OK的时候 这个剩余期间我可能不做控制测试了 我只能做实质性程序 因为我不需要到12月31号 我就知道这个控制运行没有效 所以我只能在后面 只能做实质性程序了 说有效用OK 不有效叫不OK 我们说的这种 为了简化 简化它的内容 好 第四 剩余期间的长短 比如说这个很简单 我截止到11月30号 和我截止到10月1号 那哪个时间长呢 那10月1号的剩余期间就长 那么你时间越长 我证据越多 好 第五个 注意啊 这是百分之百 考 然后容易丢分 容易搞反 他说你信赖控制基础之上 在信赖控制的基础之上 我想少做一点实质性程序 这句话 百分之百考 还最容易丢分 丢分 丢分就亏了 因为这个内容是审计当中的 很重要的内容 不能丢分 对吧 我就猜了他要考 一般的同学会丢分 咱不能丢分 对吧 他是啥意思呢 必须 你光看这个文字没有用 必须要搞懂 请看 我了解内控 OK 控制测试 请注意 我了解内控 预计有效 我要控制测试 请注意 我当中还采用审计抽样呢 我控制测试 我是什么时候做 其中去做的 内部控有效 结果呢 我这个完了吗 没完了 我剩余期间还要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其中测试的结果是预计有效 如果剩余期间 我测试的结果也预计有效 请看 我最翁之翼在哪里 我测试 控制测试 我就想少做实质性程序 少做实质性程序 叫什么呢 你减少实质性程序 我越想少做实质性程序 我在剩余期间我就要多做 知道吗 就越多 让我们大胆的可以少做 这个内容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能说反 不能说反的 好 控制环境 影响性质 也影响时间 当然也影响范围 我们第四节 第七章 第七章第四节 十一个考点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内容 我了解雷空这干嘛 我评估啊 评估这个控制风险呢 如果控制环境有缺陷 那是不得了的呀 那控制环境 有控制环境的缺陷 它的内部控制的还有四个要素 可能就被它削弱了 请大家注意啊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归纳 让自己就是积累 你对一个问题的认知 控制环境是基础不劳 地动三摇 控制环境影响证据 它越薄弱 我的证据就越多 它越健全有效 我的证据可以适当减少 好 在这里老师给你提示一下 预期控制越有效 你注意啊 预期控制越有效 他在 他说话 我们搞翻译啊 这叫预期越有效 了解雷空预期有效 预期内部控制 越有效 是指了解雷空预期有效的意思 那么 你控制测试应当做 还要多做 为什么呢 你要有很高的把握 就证明 哎呀 它真的是OK的 真的是OK的 你要多做控制测试 这样子呢 你才敢少做实质音程序 你多做控制测试 少做实质音程序 这个效果达到的同时 成本也是较低的 对吧 我之所以做控制测试 是去证明内部控制 它真的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运行的 那么在这个有效的 内部控制环境下 它数据出现 错暴的可能性就减少 我就可以 妹妹你大胆的少做实质音程序 知道吗 否则你不敢 对 好 这句话 一定要注意 这句话就是 透过现象 看本质 我们要把它揪出来 什么叫揪啊 提手旁 秋天的秋 揪 揪出来 揪出来 揪出来的内容 就是你归纳总结 归纳总结的 那更加重要的 好 那我测试 或者说我控制测试 是测试什么 请注意 控制测试 是测试控制活动 那么内部控制 有几个要素 五个要素 被审计单位 内部控制 有设计 有执行 还有监督 如果被审计单位 内部控制 它在运行当中有问题 它每年都要做评价 它就及时把这个 内部控制的缺陷 给它揪出来了 对控制的监督 是被审计单位 内部控制体系的 它就揪它的问题的 它就评价 它的缺陷的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测试 被审计单位 对控制的监督 也能获取有意的 补充证据 所以 这个地方 一定要知道 内部控制有五个要素 好 这是目标 三个目标 五个要素在这里 第一个 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如果薄弱 它对我 接下来的程序的 性质时间范围 都有影响 它是个不得了的要素 基础不牢的要素 好 第二个 风险评估 第三个 信息系统与沟通 第四个 控制活动 我们测试的 就是控制活动 就是内部控制 控制活动是啥 你的政策和程序 对吧 你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你的程序 是不是那么去做的 你如果去做的 我预计你有效 我就去看 在整个期间 是不是真的有效 如果不有效 那么 我就只能多做 实质性程序 对吧 我测试的就是它 那么 这个内部控制体系当中 还有一个 它制成一个体系 它有自己规定 怎么做 设计 执行 它还有一个监督 ABCDE 是什么 对控制的监督 有专项监督 有日常监督 日常监督通过程序 来体现 专项监督 上市公司 每年 它要做内部控制 停价 自我评价 它要出评价报告 对外公布的 所以我们除了 测试控制活动 我还就测试 它对控制的监督 如果 被导理单位 它能够及时发现 这个控制的缺陷 那对我们 注册管理师来讲 也是一个 有意的补充证据 我的天哪 这两句话 不是随便能看得出来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 揪出来 跟大家讲 好 接下来 看2018年的 关于我在期中 看期中两个字 有期中 就有剩余期间 剩余期间 要做程序 得到的证据 叫补充 对吧 哎呀 只要谈时间 你老人家 就要花时间轴 他谈时间 我就花时间先 时间轴 我省记的是 年度财户报表 1月1号 到12月31号 但是控制测试 我们更倾向于 是期中去做的 因为我控制测试做完 我还做实质应程序 我们出报告的时间 是有压力的 我在四年的 最后一天是4月30号 上市工资的审计报告 和财务报表 对外公布的 所以我们操作层面 就往前压 我可能压到 比如说11月30号 这个时间是11月30号 还是11月30号 住着快递 自己判断 好 那我这个就叫期中 什么叫期中啊 就是假如 我11月30号的 节日就测试 那我接下来的 这一块呢 就叫剩余 你有期中 就有剩余 这个我们就不用矫情了 懂了 就一辈子懂了 他现在说什么呢 剩余期间 你要做的补充证据 补充证据 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他在设计这个补充 证据的时候 说法错误的是 请看 我们可以测试 被试的单位 对控制的监督 对啊 对控制的监督是 内部控制五个要素的 第五个 我们测试的是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一个要素 对控制的监督 是另一个要素 对吧 将控制在期中运行的有效性 合理延伸到期末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选项B 他说如果控制活动 越有效 我需要获取的 剩余期间的补充 真正就越少 也行 也行 选项C 在剩余期间发生的变化 我可以通过 穿行测试 穿行测试是干嘛 是一把剪刀 它不是一个杯子 知道吗 他这个穿行测试的功能达不到 就像医生跟病人做手术 他有剪刀 有钳子 有针线 对吧 还有紫血的纱布 他各种这个程序啊 他的功能不一样 所以这个穿行测试去 穿行测试只能了解内控 这个工具用错了 他没有那个功能 所以 错了 选项D 在信赖控制基础上 我越减少 后面少做十字音程序 你减少十字音程序的范围越大 我就越多做 对极了 所以这个题是非常有难度的 ABCD 它永远就存在 不要说2018年搞了 这个问题就好像很简单了 不简单 它从来就是很难的 好 那么选项C的错误是指 穿行测试这个工具 这个程序 解决不了控制测试的问题 它没有那个功能 懂了吗 它主要是用来了解内控的 好 第一个问题 其中考虑其中审计证据 如何考虑其中审计证据 言外是 我在剩余期间怎么做程序 得到需要哪些证据 对 第二个问题 他就浪漫的要死 他胆子真大 他说能不能利用以前的 本期不测试 但是你利用以前这句话 本身就说了 本期了解了内控 主要了解内控不能利用以前 了解内控不能利用以前的 比如说医生跟病人看病 你去年得了什么病 去年得了病 这好了 今年得的不一样 你不能说你去年得了什么病 那现在不舒服 我就吃去年那种药 不可以的 因为人生病 不同的情形的病 是不一样的 对吧 好 了解内控 预计有效 我们要做控制测试 但是呢 这个老兄提出来的 是不是 哎呀 我要做内部控制测试 对 那如果 我今年不测试 我利用以前的可不可以 他言外之意 如果以前 内部控制是OK的 他说我就知道 本期就是OK的 举个例子 请注意 今年 现在是2023年 对吧 刘老师来到冬奥的 一个陆克基地 我们冬奥有两个陆克基地 我来到北京陆 陆克基地 哎 2022年呢 我进入这个陆克的 这个基地的时候 我们是有 门禁嘛 门禁 啊 门禁 然后呢 刷脸 我就从这个 一望 哎 开了 那就说明我们冬奥 这个门禁的系统 是一贯运行的 他没变 如果变了呢 如果这个系统 变了 是用声音来控制 我刷脸 刷不开 为什么 他的背后的系统 变了 那经过刘老师 我来到这个陆克基地 我一刷脸就开了 我就得出来 我现在刷脸的这个控制 是一个自动化控制 他背后的系统 没有升级 没有改 我一刷脸 每天就可以进来了 对吧 听得懂啊 一贯运行的 我去年刷进来了 今年也能刷进来 这就是说 我这个自动化的控制 他又没有变化 所以呢 他去年有效 今年也有效 事实证明 今年也有效 听得懂吗 同时提醒大家 可以考虑利用以前 不等于真的可以利用 这里是考虑利用以前 证明我们要谈条件 刚才老师讲了 2022年 我刷脸就可以进来陆克 进到我们的基地 2023年 我来一刷 又能进来 证明我 证明我这个系统没变 对吧 那么我就刷进来了 如果变了 我同样是刷脸 进不来 这是证明 可以考虑利用以前 证明是要看条件的 可以考虑利用以前 和可以利用以前 这不一样 在做题目的时候 你老人家小心 可以利用以前 是证明我评价了 条件是满足的 我才可以利用以前的 可以考虑利用以前 我就是要去看 系统变了没有 这就是大家在看题目的时候 要咬文脚字 否则你说是对 还是错呢 纠结的要死 对吧 好第二个 考虑利用以前的 实际是判断 哪些情形下 不能利用 以前的 你要考虑利用以前的 因为你利用以前的 这个事情就是很浪漫的 浪漫一定是有条件的 对吧 那我就不能 我要考虑哪些情形下 你是不能利用以前的 比如说 特别风险的 特别风险的控制 你不能 只在检济特别风险的控制 我了解它是有效的 但是我本期要测试 我不能利用以前的 因为它应对是特别风险 知道吗 对 好 先给你提示 这些鬼话是什么话 对吧 对 第二 我们展开 那么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呢 考虑利用以前是指 如果你信赖 什么叫你信赖 是我本期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本期了解内控 是绝对不能利用以前了解的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控制测试 能不能利用以前 看条件 了解内控 没条件 必须本期了解 他说如果你信赖以前 就证明 我本期了解内控是有效的 本期是应当测试 但是这个控制呢 好特别 它是刷脸的那个控制 自动化的 如果 如果 有满足了条件 我可以利用以前的 我不测试 那注册管理师应当通过 询问和观察 检查 获取这些控制 是否发生了变化 我可以询问 我们冬奥路过基地的小伙伴 我怎么进来呀 老师 你刷脸就够了 是不是 好 观察 我去刷一下 检查 进来了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吧 好 第一句话 如果控制在本期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的 跟我的证据相不相关 那个变了的 跟我的没相关 无所谓 他说我应当考虑 以前审计证据 运行有效性的证据 跟本期相不相关 等于说 有的变了 但是跟本期的 我要审计的不相关 那个变了的不影响我 就这个意思 如果说 你现在的控制制 上期测试后 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这个变化 影响我的测试 那么 就不能利用以前 知道吧 就不能利用以前 好 在本期 未发生变化 那你看啊 变了吗 变了 变是变了 变了的跟我们没关系 比如说 请注意 我刷脸 进冬奥的路口基地 但是我进来了以后呢 要我牵个刀 我知道变了没有 变了 但是我先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你要刘老师在那个 牵个刀 那可以 我还是进来了 变了的内容 不影响我 对吧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你现在的控制 比如说流声力 系统打开了 门打开了 这就叫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之前是什么 刷脸 现在呢 声控 是不是 我们这个 有一个小爱同学 到 有什么事 对吧 声音控制的 对 之前是什么 之前是刷脸 现在这个 要进来的话 它是声音 声音还是什么声音呢 还要报名字 你要报 你自己念你的名字 流声力 好门开了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是刷脸 现在是什么 声控 那么以前的还能用吗 不相关了 那我能不能利用以前的 那利用以前的 搞不定 搞不定 那肯定不能利用啊 所以要在哪里啊 那既然是搞不定 我就不能利用以前的意思 就是本机 我在本机测试 好 那没有变化呢 这个你现在的控制制 上级后 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旨在简直 特别风险的 但是 你不能说 时间间隔很长 你每三年 你间隔最多两年 啥意思啊 你看 你审计哪一年 我审计2022年 那你2021年呢 没测试 2020年 测试了 你看啊 2020测试了 2021没测试 哎 你今年可以不测试 懂得吗 再举例 你现在审计哪一年呢 2022啊 好 你2021测试了吗 没有 你2020测试了吗 没有 那你看看 一年两年三年 你前面两年都没测试 那你2022年必须测试 对吧 他意思说 每三年至少对控制测试一次 话说回来 间隔最长是两年 对吧 画一个图就清楚了 或者是说 每三年至少测试一次 对吧 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们现在审计的是2022年 对 那这个 我2021年没测试 我2020年测试了 我今年可以测试吗 当然可以 他是说至少 有的同学还可爱一些 老师 何必呢 我每年都测试 那当然可以 是不是 你每年都测试 就意味着 你不利用以前的 审计证据嘛 对 你是想浪漫一点嘛 你说我能不能利用以前的呀 你能利用以前的 你这两年都没测试 你本期就不能利用哦 就是每三年要测试一次 间隔 最多是间隔两年不测试哦 是不是 好 你看啊 如在确定利用以前的证据的时候 以及在测试的时间间隔 我要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呢 要看内部控制的其他因素怎么样 因为我测试的是内部控制的控制活动 内部控制有五个要素 大家看啊 其他要素包括什么 因为你测试的是控制活动 其他要素我们用A比CD来表示 控制活动是D 内部环境是A 对控制的监督是A比CD 1的1 风险评估呢是B 对吧 你要想啊 你要想到啊 那个五要素啊 对控制的监督以及风险评估过程 被CD单位控制环境如果薄弱 或者是对控制的监督薄弱 那么我就要说的 间隔 甚至我完全不能信赖 这句话一定要懂 对 因为基础不牢嘛 我每年都要测试 假如说我现在是要审计2022年 这个2021年 由于这些因素 它比较薄弱 2020年 请注意 它这里测试了 它2021测试了 我也要测试 我完全不信赖以前 即使你测试是有效的 我也不能相信 因为基础不牢 地动三摇 注意 这句话考的还不多 所以2023年要小心 接下来谈控制特征 刚才老师已经讲了 人工控制和自动化控制 哪一种更稳定 啥子都知道 人工控制不稳定 有的同学说不一定 不一定 他说 我说那你举个例子 他说 你看我妈妈每个月只给我400块钱 他总是稳定的 这种不能说明问题 你妈妈不是控制的所有 不是所有的控制 对吧 你妈妈每个月给你生活费400块 一分都不多 他从来没有激动 一下 一激动 一感动 给你4000 从未有 他总是很稳定 这个 这个是调侃 这是调侃 所以控制的特征 他有的时候叫控制的方式 有的时候叫内型 有的时候叫性质 大家都要搞清楚 他就是人工和自动化 是人工还是自动化 产生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因为人工控制 当相关的控制中 人工控制成分大 那么他的稳定性就较差 有的人也非要说 他妈妈的感情感是稳定的 我们谈的是企业的 你妈妈每个月给你400块 其实你妈妈给你的是一种爱 他希望你情节 对吧 情节 节约 是美德呢 对吧 好 这是给大家调侃 这些话都要 老师给你写的这个讲义的内容 给你讲解了 你要听懂 然后你要熟悉他的表达方式 他这是说的什么鬼 是不是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了 好 这是123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有效 那么当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薄弱时 我甚至也不能利用 我可能更少的利用以前的薄弱 你就不能支撑 信息处理控制 内部控制 重大人事变动 那不能用 人事变动 我们都知道 新冠上任三把火 是不是 这个人事一变动 方法就不一样 很正常 对 环境发生变化 但是那个控制没变 等于控制失效了 你用旧政策来解决新问题 解决不了 对吧 所以第五 咱们还要听得懂 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你老是那种办法 比如说 罚款 一搞罚款 罚款 人家 这个方法 这个管理的手段 没有用了 人家不怕罚款 对不对 所以环境已经变了 你用管管理六年后的方法 来管零零后 你这个管理者 对吧 你的管理 你这个零零后的想法 和六年后的想法 不一样的 你环境变了 时代已经变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环境发生的变化 或者被你单位的 业务模式已经变了 你原来那一套 不管用了 好 第六 就是我们 重大错暴的风险 和对控制的信赖 对吧 越信赖 越自忘 本期 不能自忘以前的 这个内容 给大家讲完了以后呢 他一定要多看几遍 还要背 除了理解 还要背 不但要理解 每一句话都要读懂 读懂了 你才能够做题 才能够判断 同时呢 你还要把它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重复 刺激自己 好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啊 就是2019年的 他说 在财务报表 省记业务 就是不是20章 20章也要测试的 那就锁定的是 一到十九章的意思啊 决定是否信赖 以前的 想法很浪漫 我能不能利用以前的呢 他说下列各项中 我通常无需考虑 我去排除 把A排除出来了 同时呢 我们一看 控制发生的频率 这是影响范围的 不是影响 我能不能利用以前的 对 好 就是说 这个题怎么做 这个知识点要掌握 它有一点复杂的 所以在解析里头 我们说 控制测试的频率呢 它是影响范围的 那么现在呢 我是谈 能不能利用以前的 这个考点是六个方面啊 好 第三个 不能利用以前 不应利用以前 那就意味着 本期测试 你为什么谈 不应利用以前呢 请注意 其实我们已经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了 我们在预期有效的时候 我应当测试 但是我预期有效的 这个内部控制呢 它是特别风险的 所以呢 我以前怎么有效 本期不能利用的 我必须本期去测试 它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 如果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本期就要测试 不能利用以前 因为它是谁 特别风险 它是旨在减轻 特别风险的控制 是我了解内控 这个内控是特别风险的内控 我了解预期有效 那么我本期就要去测试 测试的结果是回答 OK还是不OK 对吧 我不能利用以前的 因为它是特别风险的 因为特别风险的 它这个控制的风险 我们就没办法 利用以前来回答本期 所以我应当每次都要测试 这个观点是非常 铿锵有力的 没有摇摆 只在减轻特别风险的 首先知道啊 只在减轻特别风险的意思 是了解了特别风险的控制 是OK 所以这句话 只在减轻特别风险是指 我了解了特别风险的控制 我应不应当了解呢 特别风险的控制 我肯定是要了解的 我了解了OK呢 就叫只在减轻特别风险 正因为是应当了解 特别风险的控制 了解了OK 所以我要测试 我要测试 只能是本期 看这个图啊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是特别风险的吗 Yes 只能用本期的 不能利用以前的 好 是特别风险的吗 No 不是的 最近两年测试了吗 Yes 好 No 那不谈都不谈 必须是本年测试 你现在审计2022 2020和2021都没测试 你胆子太大了 你还敢利用以前的吗 是吧 时过紧签了 对吧 好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是特别风险的吗 No 最近两年测试了吗 Yes 本期 变了吗 变了 实质性 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那要用本期的 那么满足每年测试一部分 本期要测试 知道吧 好 再看一遍 了解内控 无论是什么内控 预期有效 我本期就要测试 对吧 是特别风险的吗 Yes 本期测试 最近两年测试了吗 No 本期测试 那么变了吗 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不能利用以前的 十过锦签了 不能利用以前的 老皇帝翻不动了 对 好 你是用文字说呢 还是用图来说呢 肯定是一个难点 要掌握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对于旨在减减特别风险的控制 不应利用以前 应当本期 观点非常明确 对于非针对特别风险的控制 理性的控制 至上级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不能刷脸 刘老师刷脸都进不来 不应利用以前的 应当在本期 针对不是特别风险的 理性的控制 至上级未发生变化 诶是否在本期呢 我要看 上级跟本次时间间隔 也就是三年 你要测试一次 对的 好 这个控制测试的时间 是最难的 三个点 控制测试的范围简单 请看 什么叫测试的范围呢 这个范围呀 就是大N里面 你选样本选多少呢 选55 还是95 大家看 95叫范围大 相对于95 55叫范围小 大小是有相对而言的 对 好 大家注意 什么叫控制测试的范围 就是你要测试的次数 那不就是样本量吗 对呀 就是样本量 我们在第四章第二节 不是学了吗 设计样本呗 我学了的东西干嘛不打通啊 这两个点 我干嘛不进行合拢啊 长江要合拢 长江三峡大坝 大家知道 三峡 三峡 长江三峡 欢迎大家 去 来到美丽的湖北 长江三峡 这个工程 值得你们去 作为一个打卡的地方 旅游的 点 对吧 要 三峡 要 组一个大坝 河龙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 绝对是一个难点 我们学的内容 比如说测试的范围是什么 我就不要停留在范围 那不就是我在第四章第二节 咱们学了的吗 在总体当中设计样本呢 范围就是讲 我要选取的样本 样本量 或者是样本规模啊 好 如果我测试的样本是55个 假定说我测试的样本是95个 那么哪一个范围大呀 啥子都知道啊 95的范围大呀 55的范围小啊 范围的大小是对比相对而言的呀 对呀 那你觉得我的测试的范围受什么影响呢 对不对 所以我哪些因素影响 我的测试的范围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呢 我是应当小还是应当大呢 我都要进行职业判断合理的范围呀 所以范围就是测试的次数 就是样本规模 我们把8.3和4.2和龙 和龙 把它怎么样 遥相呼应起来 打通 对 画范围范 对 好 那么我统统的讲 我的范围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受六个因素的影响 怎么影响 这是六个因素 哪些因素 六个 那么怎么影响呢 就横着看 横着看 就是怎么影响 哪些因素呢 就是这个左边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 先看左边六个因素 再横着走 对吧 先中 再横 是的 这么看 第一个信赖程度 啥子都知道 你越信赖 你的样本规模越大 你敢 小吗 小了你还敢信赖吗 对啊 因为我控制测试 要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我越信赖 我就要越 做多一点的控制测试 因为 我之所以做控制测试 使我了解预计有效 我越信赖 我这个控制测试的范围就越大 因为只有 越大 我能够有充分证据 我有很高的把握 是说它真的有效 我才敢少做实质性程序 对 它就是这个逻辑 好 第一个 信赖程度 第二个 频率 当然 频率越多 范围越大 时间越长 范围越大 预期偏差越大 范围越大 其他的控制 这个是难点 如果其他的控制 就是说 我们一个 一个 认定 不见得是一个控制 我们说一个控制 连同其他控制 如果其他控制 同一认定的其他控制 越充分越实当 这个范围我可以 实当缩小 其他控制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控制 单独会连同其他控制 去控制这个点 对 好 证据越相关越可靠 我范围可以缩小 这个是一定要背的 因为我从这六个方面来 涉及我的样本 为什么我是55 55小了 我要95 为什么 背后的逻辑 就是这六个因素 那我们来看看 按年按按年考的这个题 多选题 两分 不能什么题都逼着眼 ABCD 不能这样搞 搞死人了 不能这样搞 我们来看这个题 下面一个个项 在控制测试的范围 通常与其同向的有 那我们讲 理性赖的时间越长 范围越大 对 控制的预期偏差越多 我的范围越大 选项谁通过测试 与认定其他控制 如果发挥了作用 我的范围就小一点 所以这个不是 你获取的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越证明力越强 我的范围就小一点 所以这个不是的 这个不是的 同向的有AB 反向的有CD 大家看 这两个是反向的 如果同意认定的 其他控制发挥了作用 我这个控制活动 测试的范围可以适当减小 反正的吧 其他的有效 我这个就可以小 哥哥厉害 我弟弟少挑一点 我担当少一点 就这个意思 其他控制 你的大哥管了 承担家庭 这个责任担当越大 我这个老弟呢 当然我也不能退缩 我也实在少一点 是不是 好 那么如果我就获取的证据 越相关越可靠 就证明他的质量越高 我的数量可以减少 省计证据的相关可靠越高 那不就是质量吗 如果质量越高的证据 我数量可以减少 对 所以这两个为什么是反 还要理解 那理解了以后 这两个是反正的呗 不是同向的呗 那同向的就是AB 反向的就是CD 这个题 这个点 它是永恒的存在 对吧 好 第三点 自动化控制的测试范围 它非常浪漫 信息处理控制 它有内在的一贯性 只要系统没变 一项自动化控制 它会一贯运行 我只要确定它正在执行 我测试都不测 我穿行测试了解 预期有效 只要它没变 它就会有效 它就会傻傻的运行 对吧 好 那我接下来 我要测试的是要看 它这个背后的有没有效 它大哥有效 它又没有变动 它这个软件版本没有升级 那么自动化 一信息处理控制 它就会傻乎乎的一贯的运行 老师多次讲过 但是这个文字表述 我们要熟悉 好 第八章 第三节 四个考点 控制测试的概念和要求 控制测试的性质 时间范围 时间里面有三个点 没有多余的 它全是干货 大家尊重 老师的讲义 把这个四个点 掌握 必须掌握 是的 因为他要考 就这么任性 出体专家任性 不是刘老师任性 对的 第八章 第三节 四个考点 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